但是补駕僅限於公部門 我不知道這新聞是不是真的 如果是只有公部門放假 那一般的上班族還要上班 那這個倒是蠻奇妙的 這怎麼放 這個地方我想各位可以關心一下 也就是說如果你要算一個 兩個日期中間的公時 要扣掉六日跟國定價值的話 可以利用這樣的方式來算 可以按確定就完成了 那這個是networkday的用法 那另外workday 跟workday其實你會發現 有個net跟有沒有net 最大的差別是 networkday最後是一個天數 幾天 那workday呢 最後是哪一天 也就是說呢 這個參數 不一樣了 兩個顛倒而已 也就是說workday 你給他多少公時 他最後給你一個是哪個日期 兩個實際上相差不多 只是說最後呢 到底比如說120天之後 這一天的120天之後的交換日期是哪一天 那當然如果你要計算也是非常麻煩 我們可以利用workday來做 workday這個日期 那star day 那這個地方各位可以看到 那這個地方各位可以看到 剛剛networkday是一個end day 那workday這地方是幾天之後 OK那所以幾天之後嘛 那holiday一樣 所以你會發現這兩個差別是在第二個參數 按確定 那就會知道說 哦 就是這一天了 所以你們之後就拿這一天 但是 可能還是再精算一下 之前好像有同學是 有反應是不是有差一天 多一天差一天還是怎麼樣 這部分的話 可能要再看一下 因為這個部分的話呢 這個函數它怎麼寫的 微軟它沒有公佈啦 所以如果你要很精確的話 要不然你還是要自己寫函數 才會完全符合你的需求 OK 好 這裡的話 我想各位可以把這幾個常用的函數呢 試試看 那它的觀念主要就是幫助各位去算 分別就是星期幾 年月日還有時間 時間的部分 那還有就是算公時 那等一下我們再來看那個綜合練習 上個禮拜有稍微提到的 就是你給它一個第一天 那怎麼樣可以快速的幫我們產生年曆 第一個 第二個就是說 六日給不一樣的顏色 比如說禮拜六 給它一個什麼呢 綠底 綠底的綠字這樣子 然後呢 禮拜天就給它紅底紅字 諸如此類的 那這個部分該怎麼做 我想各位先試試看 把剛剛的幾個重要的函數的 先練習一下 那當然如果可以的話 有一些常用的函數 我剛講過的好像tidif 如果有寫寫程式的經驗的同學 其實可以思考一下 有沒有辦法自己自訂一個自訂的函數出來 可以幫助各位可以解決自己現有手邊的問題 那實際上 Excel它裡面內建的函數 當然是一般常用的 不過呢 其實很多函數是不一定符合 完全符合我們的需求 那如果不完全符合我們需求的時候 這個時候就必須用那個自訂函數 或者是說你可以用寫一個副程式的方式來解決問題